我是活化英文.com 的英文教练 Abby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一个我在课堂中实际遇到的教学例子 进一步与大家一起讨论练习发音的诀窍 在这一个写作阅读课当中 我们正在分析语气 而其中有一位学生 他观察到我们所研究的文体的语气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有礼貌 而当时他讲到礼貌一字的时候 他所说的是plight 由于当时我们有很完整的上下文 有context 所以虽然他实质上面所说出的单字是plight 也就是a sad or difficult situation 令人难过的一个不好的状况 但我明确了解他所想表达的意思 是礼貌的 也就是polite 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单字极为相似 因此在课堂中我就把握机会 把这两个单字放在一起 鼓励大家来观察它们的不同 并且加以练习 一个字是polite 另外一个则是polite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个单字极为相似 开头的发音都是p 而最后结尾的时候也都有t的音 其中这两个单字也包含了长埃母音的发音 如果大家对这些发音的细节有兴趣 多了一个母音 因此这也代表了它多了一个音节 这个音节要发什么音呢? 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多出来的o 它要发的是schwa sound 因为它的重音并不是落在这一个音节 而schwa sound所发出的声音就是一个a 整体这个单字便会发出p lite的音 也就是polite 在练习发音的时候 如果我们将两个很类似的单字 放在一起练习 这一个组合我们称之为minimal pair 也就是说这两个字 它们只有微小的发音上面的差异 这对我们的练习是非常好的 因为透过将两个很类似的单字放在一起 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去分辨它们的不同 无论是对口说还是对于听力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多练习minimal pairs 那最后 让我们将这两个很类似的单字 再放入句子里面 做更加一层的练习 Even in a serious plight He is polite Even in a serious plight He is polite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所讨论到的基本概念 除了字母本身的发音以外 还有音节 以及重音 和没有重音所发出的schwa sound 这些都收录在我的Square One 英文基础课程当中 非常欢迎大家加入 如果你的程度比较进阶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全英文私塾 English Ever After 每当你对于发音有疑惑的时候 可以进入我们的论坛当中 直接问我相关的问题 我会详细的为你解答 除此之外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专为学员们所设计的英文挑战 每一个主题的循环总共是五个礼拜 分别为阅读、听力 接下来我们会运用在这两个礼拜所累积的知识 进一步的试着表达自己 第三个礼拜是写作 第四个礼拜则是口说 要完成口说的挑战 学员们需要录制自己的答案 我也会针对每一个学员所教出的功课 给予个人的回馈 我认为在做功课的时候 定证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因此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有一个部分叫做revision 这是学员们所教出的定证功课 而我们会不断的做练习 直到学员们完全的了解并且熟悉概念 在我的全英文私塾English Ever After里 我们时常会运用到minimal pairs这一个方法 来增加自己对于声音的敏感度以及熟悉度 一步一步耐心且聪明的练习 让我们可以达到流利的境界 甚至超越它 用优美的方式来沟通 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请帮我把minimal pairs这一个概念 以及今天的影片分享给周赵的亲朋好友 让我们一起读乱英文吧